自由自在 都蘭生活好放手 海洋 冲浪 阿美族 这是许多民众对于台东都蘭部落的第一印象 大山大海的自然环境 以及丰富的园民文化 也成为近年国内热门旅游景点 同时也因为都蘭跟闽南语都蘭发音很相似 引起网路热议 但都蘭这个中文地名 其实是由阿美族语阿都蘭翻译而来 亦是指很多石头堆砌的地方 阿都蘭就是石头堆砌的地方 但只是这句话好像没有太多人拿出来去使用 然后也没有太多人去认识 所以想要透过这一次的 不管是玄武的方式或是展览的方式 让都蘭跟石头的临结性再更多一点 据都蘭国门市经理指出 早期部落族人在开墾都蘭时 挖出非常多石头 于是叫地取材将石头堆砌成田的界线 家的界线以及整个部落的界线 后来人们也就称这块土地为阿都蘭 而为了提升在地产业发展 当地族人在2020年创立都蘭国地域平台 除了开发深度旅游 也成立门穴展授艺文商品 近期更也夹在石头堆砌的地方 进行门市空间改造 分享土地的故事 跟部落的神话传说跟一些地人文的了解 那我们也做了两套的就是游城开发 还有门市的改善 然后就是希望是透过这些盘点 然后推出新的产品跟游城之后 希望大家可以来都蘭国 渡兰国经过为期半年的空间变身计划 蜕变后的美式以石头元素 呈现渡兰地名及演变式 另外也透过田调推出全新产品 及部落游城 希望让造访的游客 有更丰富的美式生活体验 每次新闻 主持人谭东东河采访报导